跟进中海油的883 好,11.58有货应不应该走呢? 11.58 你又看好油价 为什么会11.58买呢? 其实之前有很多位买的 我最希望你不会是出了消息才买 因为出了一个特别息 就是A股的特别息 是的,其实它是冲过上11.64 但是那些位没理由冲进去 因为年年短期最后一个好消息都出卖的时候 我想883要头一头了吧 你现在这些位置是有点尴尬的 我觉得如果你真的穿了11元的话 我就劝你不如自舍 因为它真的有权再撒下来 还有留意明天是北水回来的 如果大家记得北水 我们之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是上周三 上周三也是北水数得很厉害 可能是在博星期四的特别息 现在是周四的特别息 比市场预期我认用为好 即是多了 究竟北水回来会否刮一刮 会否再去炸下去呢 这个是你要想的 是 所以我就觉得 我都未做期权仓的 883 我都等它炸下来 我才再做货币 我觉得它应该会跌多个升 我自己看 是 所以你看看11元那些位置 我觉得 因为你买得贵了 你宁愿下回来的时候 才再买 我这样说 我就看好的 是 因为始终你1.18元的特别息 我都未计它中期的牌息 其实只是这一个特别息 都讲10厘过外 其实防守力是很好的 是 只不过是你没有了 如果未来的吹发剂炒的时候 你就变成炒上落 炒上落的话 我当然宁愿便宜一点才买 我没理由告追 是 好 你说了几次它卖贵了 都必须承认的 有时做了些错误的 是 这个时候是否等北水回来割韭菜之前 应该沽了它 你问我 我会这样做 是 因为糖牛真的比较短线的 是 我明白有些朋友说 我不想沽一下 一天没沽一天没亏 是 又或者没有时间看市场 是 所以如果你 我假设你不沽的话 但是你不要立刻沽 是 我觉得这些位置应该有些 再便宜一点给你沽 是 起码11元以下 或者甚至落到10.5元那些位置 去沽 我想就相对会稳定一点 是